直播把8月16日训曾长期掌管阿加克斯清训梯队的荷兰人帕特里克,不久前接任国安俱乐部清训总监,同此前上任的清训行政总监保罗共同为国安清训服务, 在接受采访时,他也谈到了相关话题,什么吸引你来到中国,此前是否了解中国足球,我喜欢挑战,在过去也曾在沙特和墨西哥俱乐部的清训部门工作,这是我首次同中国足球接触,我认为是个好机会,对清训总监这一职位的理解,清训不是一朝一夕能看到结果, 最终目的是帮助四支梯队,U15、U16、U17、U19球员变得更好,除了技术还有对足球的理解,此前在沙特、墨西哥的经历同在中国有什么区别? 中国足球和这两个国家的整体水平存在较明显差距,不只是国家队和联赛,还有清训体系,尤其是墨西哥各级梯队的竞赛体系和清训体系都基本完备, 沙特U19以下的清训体系不算非常发达,联赛水平和中国则差不多,清训是球队发展的根本,你认为中国球队在清训方面和足球强国之间最大差距在哪里? 首先且最重要的,一支球队需要有专属训练基地,这也能体现这家俱乐部的专业和权威,更加吸引孩子加盟。 其次,需要为各踢队年龄段,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,在荷兰,几乎所有孩子都梦想效力阿贾克斯,不缺少踢球的少年,但在中国,问题很现实,家长认为,踢球会荒废学业,如果能为清训球员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,那么清训肯定会受欢迎,是否已经同教练组建立沟通机制, 确保清训好球员在一线队能得到用武之地,我还没有同士密特联系过,但的确需要这样的机制,各级踢队的战术体系必须相对统一,才能让踢队球员为一线队球员所用,与其花大钱买不适用的大牌,不如使用了解同一体系的自家人,在你到来后,国安清训体系架构基本完成,还会有其他重要人员加入吗? 除了我和保罗,现在还有一名门将总教练马里克,因为我发现中国俱乐部习惯让门将独自训练,但其实守门员应该同其他位置球员在一起训练,马里克会同步同梯对门将教练沟通,让他们熟悉这一理念,未来还会有一名低年龄段宣采协调员和一名负责中年龄段,13到16岁纪战术工作人员加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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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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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